上海迪士尼開幕在職 園區兩間酒店的訂房接近爆滿 上海迪士尼樂園後日開幕 度假園區內有兩間酒店 其中一間是上海迪士尼樂園酒店 設有420間房 比香港的迪士尼樂園酒店多20間 入到酒店 米奇和米尼已經跳著舞歡迎旅客 以新藝術風格設計的酒店 房間可以找到小仙子的蹤影 部分房間更設有接床 方便一家大小的家庭入住 和香港的迪士尼酒店一樣 房間內有不少隱藏米奇 找不找到他們就要考考住客的觀察力 而另一間玩具總動員酒店 是以反斗奇兵的人物為主題 提供800間房間 房間的床單 皮鋪和地毯 都人有反斗奇兵人物的圖案 酒店方面表示 這個月訂房幾乎爆滿 只剩下少量的房間 現在進房在目前的兩個星期 其實相當火爆 應該是這樣講 但是還會有少量的一些空房出來 一直到7月和8月 由酒店去樂園迪士尼小鎮的穿梭巴士 只需要5分鐘 小鎮的商店已經營業 不過我們早前到過小鎮 發現有遊客在小鎮大街上 直地移坐 而幾乎是所有遊客都會拍照打卡的 樂園外噴水池地標 就見有遊客爬上石膊 坐在圍欄上拍照 但未見有園區職員阻止 香港電台記者李冠儒在上海報道 Lak 脫 Wisconsin 聲